我們不如播放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可能是因為模樣實在太恐怖 所以我找到的照片 其實他們也有少許的後期加工 例如一些眼有鼻的位置 都是蒙了少許的 就免得嚇壞人 而它最嚇人的情況就是 當它一開棺木 它不是一具白骨 而是有肉的 有肉的程度是完全沒有腐爛過 很清晰看到白色的鬍子 看到臉的輪廓 很清晰看到那個人是怎樣的樣子 甚至是連眼珠眼球的白色都看到 可能不是不幸運 可能是很幸運 可能會挖到一件東西出來 立即可能門口洞牌 收錢就有人參觀 即是突然間變成一個museum 是的 而這件事 他們當時當然不勞禮之餘 他們都立即要報警 然後有專業人士來處理 他們發現棺木裏面其實沒有任何的陪葬品 但是那些三副鞋物其實都很完整 接著就應他們的縣政府要求 要封回它 各樣各樣 然後整個拿去做研究 有否說是檢查到是甚麼年份 這副鞋物 這是甚麼年份 它估計已有數百年的歷史 但是你說 exactly 是屬於甚麼年代 各樣東西 就要再等專家鑑證 其實我們再多看幾張照片 其實就在幾個月前 說八月三十號 你看到這個其實是不同環境 而且穿著不同的衣服 這個衣服是紫色的 這套衣服很帥 很帥 而其實在湖南的時候 亦都在一個地盤的地方 挖掘了這句詩出來 都是男性的屍體 同樣也是絲身和衣服 完全完好無缺 而這句詩 相信是應該四百年前 明清朝代那些時候 一些大戶人家的屍體 應該是 因為如果你說這麼多年前 可以用這樣的顏色 穿這樣的顏色的衣服 應該都是一些比較富貴 大戶的人才會穿這些 是 那個年代的 所謂的獸衣 其實應該是怎樣的 有沒有 有沒有任何印象 我不是考慮 只不過是大家商量 我看見很少的獸衣 會是紫色的 黑色或金色 對 為什麼我會這樣猜 其實一般平民百姓 我其實看這兩 剛才你說的第一幅圖 剛剛畫出來的 我們再看一看 我覺得兩個的身份 都是不簡單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 如果不從其他角度去想 純粹 譬如我經常會有機會接觸到這些 我去看 能夠那副棺木 尤其是這張大戶 你可以留意到 我們可能是職業病 我一看過去 你看那塊板 連紋都還能看到 是啊 即是那塊木很漂亮 一定是很漂亮 因為以我所知 譬如你要找一副 我們經常說 我是紐粹木最漂亮 現在我知道 在大陸 你要找一副 紐粹木 是真的紐粹木 過百萬 你肯給一百萬 都未必會找得到 因為現在是很多 第一 已經沒有那麼漂亮 那麼大的 那麼粗的 紐粹木的樹 其而有 都被一些現在有錢的人 收起了 留下來自己用 那你說當年來講 你想一下 他都在說 剛才我為何會問你 這個大概是多久 你說有一百年 你想一下 我們剛才看過是內籠 數百年歷史 對 這個是內籠 你看外皮 都沒有難 我就是想說 連外面都沒有負 是啊 很肯定 我會覺得 真是大戶人家 才會用得起 這麼漂亮的棺木 這麼完整的棺木 因為以前你也知道 真是窮的 真是窮得很緊要 真是窮得很緊要 真是可能真的拿一張 石卷埋 又或者是好小小的 有塊板的 我們叫做有副棺木的 都不可能有一些 這麼漂亮的木 給他用得到 一定是大戶人家 才可以用到 這麼漂亮的木 因為第一 漂亮的木 第一 我們經常說 可以保存得久 木質 密度很高 蛇蟲鼠藝不能進去 水不能進去 所以屍身 可以保存得比較完整 和比較久 這件事 勾起我很多的問號 其實 你就是風水 算命 原學法科方面的專家 不要這樣說 我就坐車邊 一邊工作 一邊學習 你坐了這麼久 你也是專家 坐車邊學習 而以我所知 和聽很多老人家 或這方面專業的老人家所說 其實一句詩 到這麼多年之後 都不化 其實是很嚴重的事 而同時間 對他們的後忍 也都絕對不是好事 而我也都知道 有很多 真的 譬如 中國也好 外國也好 尤其是 什麼 古埃及 那些 其實越是有錢的 就越是希望 他們自己的屍 是可以保存完 好無缺 那 譬如以埃及為例 他們相信 是真的 詩語言好無缺 他們才可以得到永生 他們才可以生生世世 流傳下來 逗留在那個地方 繼而去保護他們的子孫 或者是一些 黃族的人可以保護他們的子民 甚至令到他們可以輕盛 但是 傳說歸傳說 起碼是中國法科的角度來看 你越是不富不化的話 你的後人那條路就越辛苦 為什麼 都是中國人 其實這種想法 其實都應該是大致相同 為什麼那些人需要 這麼努力 用這麼多錢 去令到自己 不化呢 他這個想法真的很不化 其實有很多因素 令到他不化 真的會令到後人和子孫 真的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可不可以解說一下 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用最簡單 最快的速度去解說 就是你剛才說的 我們有很多時間 不化 為什麼我們口頭蟬 經常有一句說不化 你也不化 其實就是不化 古板 古板 其實也是在我們說的 在造裝這一部分 剛才我講的那塊 這些就是古板 即是那塊板 即是那塊板 即是古董的板 是很難找到的板 就叫古板 其實都是形容一些 不化一些古老石山 或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其實分開講 剛才你提到古埃及 是 古埃及 你剛才說得很對 就是他們想保存他的屍身 完整無缺 然後他才會有他的靈氣 或者他有那樣東西 去繼續管治 或者後人去統治這個國家 去保護 去保護這個地方的人 其實另外還有一些 我又不敢說 黑魔術 黑魔術 但那邊是很流行的 但我又很相信有外星人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是馬雅 或者古埃及 以前那些 不是文明 不是人類的文明 甚至乎他們也相信一些 神跡 又或者一些 black magic 這件事 總之我保存肉身 在若干年後 他們可以得到重生 復活 得到復活 所以那時候有些傳說 就是永生的意思 可能是精神永生 另外一種他們的意思 永生就是 終有一日是一些時間 我會復活的 所以他要保存他的肉身 去做這件事 就是I'll be back 是的 所以他們那邊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們花很多功夫 去保存他們的私生 千年不變萬年不壞 去做這件事 至於你說 剛才我說的 我們中國人 不要說什麼法 什麼術 中國人 其實我剛才說 找一些這麼漂亮的棺木 其實不是要他不化 多漂亮的棺木 都會化 只不過我們純粹說 造葬那一部分 我們找到一些漂亮的棺木 就算譬如 那些泥土土壤 不太漂亮 不太疏水 所以也好 不會有些濕氣 或者苦官 不會那麼容易鑄進去 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個龍穴 其實我們經常說龍穴 就是龍氣、龍穴 這件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師傅 你們經常說龍穴、龍氣 那你就是你認識 我們大家都不認識 其實很簡單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什麼叫龍穴 即我很難找到一個龍穴 給大家看 今時今日 龍氣 我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有地氣嗎 真的會有龍氣嗎 其實一些過猛的龍氣 其實就是你現在看到一些溫泉的地方 蒸上來那些地氣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龍氣 不過那些已經是過猛 也都不適合去造葬這件事 他只會可能做了溫泉區 或者現在是做了一些觀賞區 給你們一些猴遊客去看 但是我們在說的龍氣 其實是同一件事 只不過他剛剛去到龍穴 造葬的話 可以剛剛好欺負到好處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小時候跟師傅去看穴的時間 我們的口頭是 你把那條魚放進去之後 我認為是鹹魚 那意思是 就是把那條魚放進去之後 撞進去 如果剛剛撞進去 是一個龍珍月的 的時候 其實那副觀可以吸收一些龍氣 即是地氣 的時候 它是會慢慢慢慢 把那副觀木旁邊的泥土 是會逼開的 形成好像一個真空狀態 中間就是那副觀木 可能下面就是有些東西頂住 即是可能是 我們說有些龍骨 即是有些石頂住副觀 但旁邊是被那個龍氣逼開了 OK 那這個現象 我自己曾經在初學的時間 跟一個老師傅去看 在上水那個墳場 即是在現在的鳳迎師館 過了一點的墳場 我記得是一上去 忘記了在第二級第三級 向左邊走十幾個位 其實當時的老師傅帶我去看的時候 說你過去撞一下地下 是 我心想撞什麼 雖然我們那時候 經常都上山看 都不怕這些東西 我心想撞一下地下 有什麼好撞 我的腳一定不夠地下硬的 我們幾個人傻傻傻 走到別人的悲諱 跟別人說抱歉 不好意思得罪了 我來學習 我來學習 跟著就在她的碑前面 即是我們說的敗場 通常是會高一級 我們就在她前面 我們就 心想 那個地下 就起勢地撞一下 誰知道撞下去 是幫幫聲的 即是那種幫幫聲 其實好像 你撞 你好像在敲一個 一個鐘 一個鐘 很奇怪 最初我們不敢用力 很大力 噴噴噴 噴它兩下 發覺 有回音 有震的 有回音 咦這麼有趣 我就看一看師傅 不怕了 你出力 你不要撞破人 其實都撞了四五尺 沒有可能幾個人 我們也不會有三百磅 不會撞破人 我們又再用力一點撞下去 那個迴響 是更加清脆 更加響 噴噴噴 其實到今時今日 我都知道 我估計 人家都不會搬墳 那麼好 那個身份 其實是 真正的龍真月的 是會有這樣的作用 而那個龍氣一路滲下去 那個棺的時間 其實就好像一個保暖的效果 那樣令到那副棺裡面的絲身 是化得比較慢 就不會說 如果你本身副棺又不漂亮 又滲水又成 裡面又被蟲珠 裡面又爛得很快 甚至乎連骨都化了 那變了不是一個好地方 那麼我們講的好地方 通常我們十幾年後 然後去建一副骨 我們也都見過 親眼見過 骨出來有一些 整副骨是好像金黃色 好像一些象牙那樣的 也都見過一些 是整副紫紅色 好像一些紫薯那樣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 漂亮的陰月 有濃氣的地方 那麼它那個 我們講它的那個 保暖一路 然後讓它慢慢的肉化 而好像 其實好像一個焗爐 一個很低熱量的焗爐 一直溫著它 那所以呢 它是慢慢慢慢的 令到骨 是整副圓 很無缺 很乾身的 那些肉就附了 但是骨是保存得很漂亮的 OK 那不是說 好像剛才我們看到那些 那些就真的不化 那麼在我們風水角度去看呢 有兩種 一種就除非你是高爭 因為本身有很多 就是有一些高爭 我相信大家都會聽過 有一些高爭 是它原植了 可能坐在那裡 是呀是呀 又或者它在山裡面 去坐的時候 坐化了 雨化了的時候 它那個肉身依然在那裡 甚至乎大家都聽過 唉 有一個在山上 掘到一副高爭的那個 那個身體出來 但是呢 已經硬了 但是 check裡面 都好像還有少少 人的反應 在裡面 最近我上網 都有看過一篇類似的 然後他們就將高爭抬了出來之後 幫他賞金漆 就變成一尊像 一般來說 會是高爭 或者是一些先發道術 厲害的人 雨化了飛星之後 因為本身他們 可能收了這麼多年 他們身裡面有佛器 又或者是我們中國說 可能有些梨子在裡面 可以護住肉身不化 就是我們說的臭皮浪化 又或者是一些高爭 或者是一些法家子 修過先發 本身的人的先氣已經很重 所以 就算它已經飛星了 它的肉身依然都在那裡 這個呢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 就是 中國也有 泰國也有很多 他們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他們走了之後 完殖之後 就幫它封了金身 依然供了在那裡 譬如現在 南華紙綠祖惠能那個 都聽說是 不過有傳聞呢 就說綠祖惠能那個真身 已經被日本人來打劫的時候 抬走了 現在那個就是 現在那個就是 A4來的 這個是傳聞 當然我們也不會去考舊 走去亨一下它 或者怎樣 因為現在都是 不會被你們 邁到去參觀 所以如果你說 在佛教 或者道家 都有這些 這樣的現象 但這個就是 他們的修行 他們的修為的問題 至於 剛才你說過 一般 這些情況 而不化 就是你剛才說的 很嚴重 其實就是 之前我記得 有講過一些養屍地 有機會是這麼巧 它那些是養屍地 又或者陰差陽錯 它真的發生了 有一些 思辨的情況 思辨不一定是 變得妖魔鬼怪 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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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身變了 有一些 而變成這樣 對後人 當然是 的確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 大家都知道 其實 先人走了之後 我們跟他造壯之後 我們跟他造壯之後 希望他入土為安 將他所有的骨肉 都回響給大地 在沒有看的時間 然後 再在風水上 會抑任我們後人 這才是 最好的一個結果 是的 所以他不化的話 會出現了很多 不好的現象 所以 其實 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也不是一件很珍貴的事 是的 不要覺得 撿到 所以上一次 我也有說 為什麼 埃及的東西 搬來 這麼多人喜歡去看 其實我也有些客人 去過歐洲 一些廟師 不看過這些東西之後 發覺 不舒服 不妥 不妥 馬上已經不妥 回來又找我幫過手 甚至乎去 真的香港早前 那個體驗回來 又是有點不妥 其實好像你所說 不是一件好事 也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反而我覺得 大家不要去當一件 很有趣的事 去參觀 去看 我覺得 沒什麼必要去看 我看了 上次那個 你也不看了 你這麼多人護身 我有你護身 謝師傅 其實 如果這樣變化的話 或者給大家多一點 一個人 當他走了之後 其實他要走那條路 是很漫長的 譬如一個人在陽間 他出生各樣東西 他需要拿出生子 證明有你這個人存在 而死了之後 在人間 也要有一個死證證 證明你真的走了 其實在陰間這個角度 其實當他們走了之後 他們也要排隊報道 好嗎